我们来关注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那么这份文件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我们注意到把其中的进一步的三个字换成全面 就是去年一号文件的全称 相隔一年一号文件名称总体未变 只是从全面布局到强调进一步 说明在解决农事上大方向已定 改革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 那当前的关键就是重点突破狠抓落实 今年的一号文件共分为五大板块 前三个板块分别针对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和农村建设 也就是农业要强 农民要富 农村要美 即强富美 农业强 首先就看粮食生产能力强不强 今年一号文件首当提冲仍是粮食安全 并提出了许多细化要求 包括永久农田划定 高标准农田建设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以及投融资等等 农民富 农民收入如何保增长 一号文件做出明确要求 包括优先保证农业农村投入 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 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 甚至还提出了积极开展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 针对农民工 文件也提出要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支付的长效机制 农村美不光是外在的模样美 关键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要逐步的去追赶城镇水平 一号文件对此提了很多具体要求 比如2015年要彻底解决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 新农河要建可持续筹资机制等等 如果说前三个板块强赴美是任务 那么后两个板块则是如何去实现这三个任务 即农业改革是动力农村法治是保障 农业改革贯穿于整个一号文件 其中若干向有望在今年取得新突破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水利林业改革 种业科研成果权益分配改革等等 农村法治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确保改革进行 今年一号文件首次引进了农村法治建设的相关内容 提出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财产权的保护